大家好,我是文士,刚刚在韩国的朝鲜日报中网上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很多其他媒体也报道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朝鲜日报的报道题目是 美国低性能AI芯片也禁止对华出口 事实上源头封锁半导体交易 他提到源头封锁这个概念 你就看这个事态其实是很严重的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内容 他说当地时间17号 美国政府称将大幅加强现有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新规将禁止对华出口配置较低的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 就是以前管制过高性能的 现在就是连这个低性能的他一样管制出口 然后就是相当于源头封锁美国的对华半导体出口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这里面还说什么 而且当天的措施是在拜登和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定于下月的 APAC峰会上举行首脑会议的情况下发布的 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下个月不要见面了 拜登和习近平 那之前大家尽量就是说 不要做一些彼此让关系紧张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美国完全没有管这一套 对不对 你爱来你就来 不爱来拉倒 反正我这边还是要大规模的制裁你 整体上这个情况就这样 然后就说当天的美国商工部长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 本次升级出口管制的管制措施的目标是阻止中国军队获取重要的AI技术和尖端半导体 说的非常明确了 对中国的军队系统进行管制 总之就是人工智能芯片这一块 不论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 以后就要一点点就不给中共了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有人说这个事情很严重吗 当然很严重 就是说现在人类社会在一步一步走入到人工智能的阶段 到这一步以后 就是很多方面 科技会有翻天覆地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整体人工智能的芯片 它就是底层的基础 就是一个铺垫的作用 对不对 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没有人工智能芯片 就好比是在人类进入电器时代的时候 你没有电 在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 你没有网络的这种情况 你这样的话 你怎么去跟别人竞争 是不是 这个问题它就是这么严重 有人说中国自己不可以研发制造吗 自己不可以设计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 首先你的设计软件 你不就是人家买国的吗 对不对 人家不给你用 你怎么设计 就算你设计出来 你怎么生产 是不是 你如何生产 对吧 靠中芯国际 有现在很多中国的芯片企业 连设备维护都已经做不到了 对不对 这肯定往后走是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说美国这一步 它就是这么做了 对不对 你就让中国整体上 就是成为芯片的沙漠 让你寸草不生 就是下手是非常狠的 以我对科技领域的了解 我感觉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就是看到这个消息 大家也 大家也应该能够明白 就是说习近平 为什么最近这么忙 对吧 到处跟人家见面 对不对 一会又跟这个见面 一会又跟普京见面了 对不对 整体上 习近平他心里他也着急 以前我一直想到 他也知道 他自己的穿口机 并不是那么太多了 是不是 你要想动台湾 你要跟人怎么样 首先那武器的先进 那武器里面的核心 就是什么 就是芯片 是不是 甚至人工智能的芯片 比如说 这个小小好像以前 已经有了 就是 比如说这个小小 比如说你的战斗机 比如说跟台湾的战斗机 对吧 在作战的时候 人家里面是人工智能的 就是说来作为飞行员 控制的 很敏捷 性能非常好 速度非常快 对吧 反应非常迅速 你这边还是飞行员 你飞机本身就不行 然后芯片又不行 飞行员 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人工智能 这个去对抗 那你这个就 他就不是成对手了 对不对 这游戏已经就结束了 是吧 现在吧 习近平他觉得好像还行 起码还能对付上 他就着急 想要去做一点什么 再过几年 这个差距一明显以后 那就像小学生 跟大学生 一起做高等数学一样 那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比较的意义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习近平 他就非常着急 整体上谈到这吧 就是让我想起 想起那个华为 就非常搞笑 这前段时间 一个多月 折腾一个多月 整天摇摇领先 摇摇领先 摇摇领先 那时候看着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人说 这是华为手机 怎么有噪音 我当时以为他要 就是说去说 华为手机的问题 结果他说 这个噪音是什么 摇摇领先 摇摇领先 那段时间 整个网络里面 就充斥了这样的声音 现在回头来 大家看一看 多么可笑 对吧 现在还有人说 华为这个事情吗 华为连自己的 芯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都不敢发布 是不是 然后当时 我也强调这一点 对吧 中国政府他这么做 他就是想要去迷惑西方 就是意思 你们制裁我 我一样可以把 芯片手机做好 你们制裁有与没有 对我来讲无所谓 反而让我 可以更加有动力 去把自己的科研做好 然后就是让西方社会 产生这样的想法 然后从而减缓 对中共的这种制裁 就这种想法 就简直太幼稚了 你知道非常非常 西方社会 他又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你有几斤几两 人家看得是非常非常透的 对不对 他知道你做不出来 但是他恰恰可以通过 华为的这么一折腾 对吧 你不是这么折腾 不是你说你们要领先吗 不是你们说 你们一会又是5纳米 一会又是7纳米的 对不对 那就是西方社会 美国在表面 可以装糊涂吗 对不对 你自己说了这么的 要领先 那我就制裁你 是不是 你不是给人提供 这个借口了吗 所以说你看 现在华为也老实了 我当时就强调 做大的制裁手段 肯定在后面会跟着的 你看这不也来了吗 这个制裁手段 是不是 所以说中国设备的 就是这样 加速烂尾回旋标 然后就这两天 还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也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 就是张仲谋 出来说话 他说什么 他说台湾半导体 有优势 恐怕 20 30年以后 就不会这样了 相信台湾半导体 制造环境 也不会那么有利 他说这跟政策 发展有关 他这么说的 但这个并不是 我想关注的一点 他说什么 他说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至于谁会 取而代之 张仲谋没有给出答案 他 说了这么一段话 也许是 印度 越南 印尼 但这谁知道 对吧 就是说 总结讲 张仲谋就觉得 好像台湾这个优势 可能在2310年之内 可能会慢慢弱滑 谁取而代之 他就很自然的提到了 印度 越南 印尼 他就是没提中国 对吧 也就是张仲谋 他可能不一定是不提中国 但在张仲谋 他的这个知识框架之内 以他对这个芯片产业的 这个深刻的了解 他觉得中国不行 中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所以他宁可提到了越南 印度 印尼 他也不提中国 对吧 他确实是这样的 在中共国的这种控制下 这个芯片产业 怎么能可能发展起来呢 那么走到今天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美国 对中国的这个制裁芯片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还是那句话 再过几年 大家就看到这种这个差距 最近我们看到 还就是习近平吧 以习近平为中心的 这些邪恶国家的这个首领 就不断的在一起聚集 不断的在一起交流沟通 不是他们有多么大的实力 也不是说他们有多么大的信心 就是他们急了 确实急了 就像刚才提到的 其实美国也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在整个这些邪恶国家当中 核心就是中国 中共 中共国 为什么呢 中共他一方面有钱 一方面他有技术 对吧 他就可以把这些钱 和这些技术分给 他的这些小兄弟们 让他们去挑事 他在背后 做收鱼翁之力 然后让天下大乱 基本就这么一个套路 那么 美国也看清楚了 对不对 就得从源头 来跟知北京 跟知中共 首先钱不给你了 我们要跟你脱钩锻炼 整个订单 大幅度的转移 让你拿不到美金 你拿不到美金以后 你那些小兄弟们就没饭吃 对不对 然后 技术也不给你了 你拿不到技术 你那些小兄弟就没有技术 你跟国际社会的这种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 这个事情 大家不要着急 现在看到好像 这些邪恶的势力 怎么这么 好像这么能折腾 其实他们是最后的折腾了 美国和西方社会 还是有办法对应的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就是这样 起起伏伏的 大家也不要 情绪变动太大 一会看到好像说 正义得到了伸张 大家很高兴 好像觉得非常有信心 一会就觉得 看到邪恶的势力 很嚣张 大家就觉得很低沉 不要这样 整个人类社会 大的发展 最后正义一定会胜利 普世价值 一定会照遍整个世界 这是我非常相信这一点的 但是它肯定是这种 起起伏伏的 低谷当中 大家等一等 光明就在前方 好 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